香港教育大學在今天即是27日表示 由2023、2024學年起 課程漲價入必修的跨學院核心科目 並引入大灣區元素 讓學生了解大灣區的最新發展 大學也分階段安排所有基本科生 到大灣區考察 完成後學生需進行小組匯報和反思 教大的新要求 在百間資助大學中首間有這個安排 另外,教大下學年起 與三間大灣區學校合作 進行大灣區學校體驗先導計劃 安排主修教育的學生到當地10宅 每間學校將提供4-6個名額 教大會安排導師官課和評分 如果學生抗拒到大陸考察 或大陸不批准入境 教大協理副校長及教務長鄭美紅表示 會視乎個案作考慮 如果學生因為沒有證件或其他原因 可以向校方提出申請 提供4-8-6個名額 inc 해왴식